八十三大公報 歡迎港澳人士共商勝舉 2015年7月10日 中國新聞A16 大公報信 記者宣治 周臨北京報導 一直以來 港澳人士對中國的擴運事業給予大力支持 北京2008套運會水立方場館最大一筆個人捐款 就來自香港的福士企業 黃維認為 港澳人士對北京奧運會給予了很多的關注和支持 他說,2022年冬奧會若新辦成功 港澳人士依然有很大的勇武之地 與全國人民一起作為東道主 聖邀世界各國相聚北京 體會東方古國奉獻級號林匹克的聖大節日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澳委會主席霍振庭不久前接受大公網專訪時表示 他對於北京新辦東奧會給予了好望 他說,如果北京新辦成功 對於整個國家和全球的華人 都是一個集體的光榮 並表示一定會把這一票投給北京 黃維稱 北京要感謝全世界華人華僑對2008年奧運會的支持 水立方就是他們的紀念碑 每當看到水立方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華人華僑對我們奧運會的支持 黃維表示 與2008年北京下季奧運會相同 港澳華僑依然可在北京冬奧會有很大的勇武之地 他認為 冬奧會有非常巨大的市場 國外的投資商 設備公司 培訓機構 包括一些舉辦過冬奧會的城市都可以參與到冬奧會來 佳時 華人華僑將成為僑良與之溝通聯絡 同時 冬奧會若真的新辦成功 北京需要精通多種語言的港澳志願者參與其中 黃維介紹 如果新辦成功 2022年冬奧會將於2月4日開幕 正好與中國傳統職日春節重疊 黃維說 長城內外歡慶春節的景象將卡冬奧會帶來與以往任何冬奧會不同的特殊體驗 為全世界展現出東方的魅力 這是全球華人的榮光 黃維介紹流 錦攝問 黃維